当然我们做完之后呢 如果我希望 这个上面的仅value不要出现的话 我们可以用过滤的方式可以把它过滤掉 当然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插入函数的话 可以找到逻辑 特别重要插入函数 那类别的部分的话呢 选择逻辑ifl ifl里面的话当然有几个做法 你可以选择他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只要看到 只要是这资料里面是有仅开头的 这个错误讯息的话 那他就会 找到 之后 后面第2个 这个参数 他问你说如果我有找到有关于仅开头的这个相关错误的话 那value ifl你要怎么处置啊 处置的方式的话你刚才讲说 那你帮我删除掉好了那删除要怎么怎么怎么叙述呢 这里面应该打什么了 打delete 是不是 打删除吗 那不是啦 特别之后还是什么 没有资料就输出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是什么 零吗 如果你输入零按确定好了 你会发现这里向下填满 那他就变什么 有没有有资料 里面就变零了 那就变输出零了 这个当然 不ok 那我 我们 如果说要 让他没资料的话 没资料 应该有印象吗 没有资料是清楚 清除 清除 清除是零吗 两个双引号啦 对对没错 两个双引号 ok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输入两个双引号就可以了 点点点 不行啦 你说这个啊 这个 没有啦 就这样啦 ok 答案就是两个双引号就ok了 按个确定 你把它向下填满 那他就会得到是正确的 可是如果你不希望说呢 多一栏的叙述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ifl放到这边来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直接怎么做呢 一 直接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二的话呢 再插入ifl 那ifl的话你就把刚刚的公式贴上就可以 不包含等号 然后最后的话ifl做什么 没有资料 就两个双引号 这样就ok了 特别注意哦 没有资料 就是 两个双引号 就ok了 那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那我们 底下的这个错误呢 就全部都消失了 也就是你不需要像以前还要怎么 如果错误的话用涂法链钢把它慢慢删掉 当然很浪费时间 所以其实会这些函数的话 第一个你会发现 你就不需要在涂法链钢 再 去做 重复的这相关的动作 ok 那待会的话呢 如果做完之后 请各位再把 这个动作 做成 之前讲过的聚集 也就是你 再把 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有没有 Ctrl 键按住拖拉 然后复制 名称 把它改成叫聚集 这个原来的工作表 改名 改名的方程点 点两下就可以了 点两下 然后可以改名 ok 然后另外一个叫聚集 那聚集 接下来我们就要 在利用之前讲过的 录制 聚集 然后产生两个按钮 一样把开发人员打勾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 开发人员里面录制聚集 那聚集部分呢 就跟之前一样 我如果今天希望 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什么 自动帮我产生结果 一个按钮的是自动把内容清除掉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应该还有一项吧 聚集 一 有没有放这 名称的话 我们把这个聚集的名称 底下这边有叙述 一个叫刮胡自算聚集 一个叫清除底线聚集 假设这个两个名称 那我们的做法先彩排吧 一有没有放这边 二 打勾一下 有没有放这边打勾 三的话快速点两下 那这样就完成 第一个按钮 叫做刮胡自串 底线聚集 那第二个按钮是 游标放这边 一样control shift向下 这个快速点要记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 这样子的 不过这样子的话 缺点就是说将来的资料 如果范围变更的话 那就没办法抓取到下面 所以 第三就按delete OK 所以呢 我们假如要录制聚集好了 那这个地方 第一个聚集 也许叫刮胡 这要聚集好了 名称 把它 输入一下 然后按确定就开始了 所以确定 一一游标放这里 2 打勾 上面点一下打勾 3点两下 这样 第一个OK的 第2个的话 再录清除 所以 再录制 清除的话 就打一个清除 底线聚集 就这个名称 按确定 那游标1 放在这里 2 control shift向下 3 delete 好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停止录制 那你如果要看到底是否成功 你可以直接点选聚集 然后再按执行 成功了 清除看会不会成功 也成功了 OK 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把 刚刚录制的那两个聚集 变成两个按钮 按钮的话呢 还记得吧 在 开发人员的下方 这边会有一个 插入 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那这个按钮的话呢 直接点选 直接就 把这个 拖拉 然后呢 再 选取你要的这个聚集 然后并且 就是 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是 再把 刚刚的名称改成 刮虎字串 这个 就完成了 那第2个清除的按钮的话呢 当然呢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 我是建议啦 你如果直接再插入一个 你大小跟他一模一样 很困难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直接按右键 把这个按钮复制 直接在他底下贴上 移动一下位置 这样的贴上会一模一样大小 那可是 这个按钮 现在点选是 输出嘛 我要把它变清楚怎么办 你可以再按右键 重新指定 把它变成叫清除 名称把它重新复制 再把它贴到 这个按钮上方的话 这样子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来试一下 清除 再输出 OK 那 录制聚集的话 等于是 复习前面讲过的 那个录制聚集的动作 其实基本上 主要都是三个 你只要不要做错 那就可以把这个 聚集录制完 并且产生 两个 按钮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 刚刚的重点 再回顾一下 一 我就是在这边插入一个叫ifl 把公式贴上 后面的如果ifl 这个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 那就是给 两个双一号 就OK了 那第二个就是 再产生一个 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录制 两个聚集 好了 画面的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就是 等于是跟前面的那个 范例题 做法是类似的 只是说 我们把它换一个范例 那将来呢 当然 我们也还会再用其他的范例 实际上 遇到的状况 然后呢 无论是使用那个函数啊 或者是使用那个聚集啊 或者是写vba 把这个 问题快速的完成 那当然主要是提高工作效率 如果你 不知道这些方法的话 恐怕真的是 以后工作 这个效率 当然就没办法提高 另外 其实我 现在很多的大企业 其实在应征工作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要求 你要会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会这些东西 的话呢 第一个你 连 这个门槛 进去的门槛 都没办法达到 可以 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部分 刚刚讲的这个 if air加上聚集录制 把它试着完成 某个人 本来说 我们下午中